喂 歡迎收看不熟不吃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的開鍋技巧 其實一直以來很多人都問我 其實我有一支鐵鍋 其實是甚麼來的 好像是哪裏買的 好像很好用 其實我想說 跟一般的生鐵熟鐵鍋有少少分別 我們不要說那麼長 我們先說一些背後的小的分享 其實一直以來我用… 其實一直以來… 很清脆的聲音 最近就入到一隻是虎底的這一隻 這一隻跟剛才那兩隻其實是一樣的 都是這個疾化鐵 其實是甚麼來的 疾化鐵其實簡單一點 這個鍋表面一點塗層都沒有 其實這個技術是要令到它表面有這個 淡和鐵結合而成的一個物料 就在這個鍋的表面上 其實這個淡化或是疾化鐵的技術 應用在汽車零件、飛機、防止生鏽 那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用途 還有做完疾化這個淡化程序之後 就可以令到那個鍋或是那個物料 更加硬正、更加耐用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 是不是很喜歡用這個鍋或是這一種的物料 因為比一般的所謂的生鐵熟鐵鍋 它那個重量其實是輕一點 這隻鍋可以仍然是做到不黏底 可以做到一個比較粗暴的對待 其實都可以的 你當是一個很高級的生鐵鍋都可以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日本製造的 那你會問這個鍋其實會不會 這個淡化或是疾化技術 會不會令到我們食物有一個特別的味道 是會的 令到它好味一點、香一點 因為它夠熱的鍋 還有最後一件事就是這個鍋 它是沒有塗層的 就是說它不會脫補 它不會說有些東西黏在上面 你會吃得死你 或者吃得你不健康 不過這個鍋很多人都問 要不要開鍋的 要開鍋的 但是比一般的開鍋程序 就簡單得多 好用得多 我們事不宜遲 講一下這隻鍋怎麼用 這一鍋呢 首先我們有一點韭菜 韭菜 我們在菜檔買這麼多才已經足夠了 這個韭菜是用來在粗糙一點的纖維 用來開這隻鍋來用的 其實一般開鍋都會用這類似的 也可以用洋蔥 或者是甚至乎你用來炒煙肉都可以 因為煙肉夠油 那你就把韭菜切開到這樣的長度 那就放在那邊 我們這隻鍋建議不要用洗潔精去洗 我們盡量是想用油去養這隻鍋 那就越用得多 養得久 養得漂亮 它就更加好用 更加不貼底 清水 沖一沖這隻鍋的表面 那這個鍋的中間 你看到是跟我們之前用的那一隻有些分別的 這隻是 好像我平時用的那一隻的熱潔鍋 但是它是呈這個糊形糊起的 就會是高身一點 有時煮的時候都不會這麼熱 到處都是 但是當然有兩款的 有一隻是平底一點 完全是平底起鍋 就是那一隻 就會是表面面積大一點 方便你煎一些平面的東西 但是這隻用來炒開的東西其實都蠻好用的 所以就什麼大小的鍋都應該要少少 好了 用海綿 就放少許細節蒸 我們將鍋的表面徹底清潔一下 因為我們會知道其實我們鍋的表面 可能會有一些剛才我們的鐵粉 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你不是直接用去開鍋的 如果這鍋有一天真的煮得太髒了 又不知黏了什麼在那裏 如果不凹凸 不多不少 你都要用少許細節蒸去堆一堆 即是擦一擦一擦一擦它 先把乾淨它 然後就可以放過去爐頭那邊 就是做一個簡單的開鍋程序 真是大頭蝦 假如大家剛才留意到我的麥克風 原來都還沒開著的 不要緊 我們V.O.說回 這隻鍋記得我們是要加適量的油 足夠蓋到底 為之足夠 凍鍋 凍油去開的 那我們就開個中小火 就慢慢將油加熱 這個叫做煲油的程序 跟我們一般的生鐵鍋 它開鍋的程序就簡單得多 這隻鍋記得我們是要確保 它那個表面是要有油在上面 它才能夠吸收到這個油 就填滿在中間解餘是有的空隙裏面 這些鍋不要以為它摸下去很順手、很滑 其實它裏面是porous的物料 很多很多洞洞 有油養在裏面才會英俊 才會不黏的 好了 我們一路一路塗它 這個程序就大約是煲10分鐘左右 一路加熱的同時 它會慢慢變深色 而且是越來越黑 我想說 假如你用得多 這鍋是會越來越黑 黑到好像現在的狀態 然後就佈滿整個鍋的表面 這些鍋不能以為是銀銀的、藍藍的才叫漂亮 其實越用越黑才為之漂亮 所以千萬不要介意它的外貌變黑 它中有一日會越來越黑 黑到一塊塊 所以記得我們千萬不要介意外貌 好了 我們將這些油倒後 然後就抹抹鑊的表面確保有油 然後可以開大一點的火 炒一炒我們的韭菜 炒到為之什麼叫足夠呢 炒到它香 炒到你認為它能夠清潔完成 那就OK的了 假如沒有韭菜 你可以用洋蔥、可以用煙肉 就是任何油油 而且是粗糙的食物就可以了 炒香之後倒了它 再塗剛才鑽油下去 這鍋變深色了 然後中間受火的部分 都會越來越深色的 好了 煎一隻蛋 稍後你就會見到這隻鍋的威力 這些鑊以為它會黏 以為很難用 其實一點都不難 而且非常之簡單 它的硬度或者能夠承受的熱力 比我們一般幾十塊的生鐵鑊 更加好、更加耐用 而且積聚鑊市的機會亦都是比較低的 好了 煎香之後 我們可以看一隻蛋多漂亮 為了獎勵自己 這個時候當然要吃一隻蛋 好了 到我們清潔 記得這隻鑊 我們不用特別是把它用洗潔精洗的 我們用鋼絲刷 或者用海綿 將它表面假如是殘留的髒東西、食物 就用水去沖走、刷走 這樣就可以了 當你用了幾次、炒了幾次 這鍋的表面就會完全變成黑色 或者是很深色 其實就不會再有一塊塊的樣子了 好 我們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假如大家還沒買東西給媽媽的 都可以看看會不會買一隻送給她 這鍋的卡托 就不一樣 太好了 你看到這裡 好,有些木頭的部位 就這樣做 這個鍋子 這個鍋子